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華創聯航A-House 我是Leslie 今期的資訊類節目分享給大家的是 關於2023年中山樓市的成績表 其實在上一集我跟大家分享了關於珠海樓市的成績表 不少朋友都表示對這種類型的數據非常感興趣 所以在分享完珠海這個很多朋友的心頭號城市後 我也選取了大灣區裏面非常深得香港人心的另一座城市中山 跟大家分享一下關於整個2023年的基本數據 包括這次跟大家分享的甚至有哪些項目可以獲得2023年的銷售冠軍 在2023年裏面我們要知道整體內房企市場相對較低迷 那麼中山這個城市到底又取下什麼成績呢 我們一齊來了解一下 首先第一個榜單分享給大家的 屬於我們2023年中山項目榜 這個項目登記了我們住宅網簽的數量 根據中山中原的統計系統 我們可以看到在單盤方面 排名第一名 屬於馬鞍島的萬科森葉灣中新城 以網簽1335套獲得冠軍的位置 而三鄉華發觀山水 以839套排名第二 第三名則由馬鞍島招商真灣府以網簽797套獲得 而坦州的逆進半島以639套排名第四 第五名則以火具開發區的健康花城撲月以609套獲得 從這個項目排名來看 大家可以明確看到 馬鞍島、火具開發區、坦州是比較熱門的區域 而在這三個區域裏面 都是中山具有代表性意義的一個區域 而在接下來的其餘節目 Leslie也會花費不同的篇章 去跟大家分享這三個區域 所以未關注A-House的朋友 記得點擊下方的Long中 進行一見三連 就可以馬上收睇到A-House的最新影片 我們細緻來看看 2023年全市住宅網簽排名Top10的榜單 其中我們可以發現 萬科深月灣中新城 以非常大的距離獲得第一名排名 當然無論是從我們的地段 還是項目體諒以及開發商 可以說都是現時整個中山市裡的喬喬者 並且這個項目在2021年的時候 Leslie已經跟大家重點推薦過 花費過非常長的篇幅 介紹過馬鞍島以及這個項目 所以其實在現在這個時刻 我依然都是跟大家說 假如你對中山這個城市是非常看好 並且考慮以投資的角度入手中山 這個樓盤一定要了解清楚 同樣了 第二名也是非常多香港朋友 所購買的華法官山水 而其中我想跟大家說的地方是甚麼 大家要留意一下第五名 在火具開發區的健康花城撲月 以及第九名 同樣在火具開發區 由月秀建法共同打造的洗月 這兩個樓盤絕對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關注 而在稍後下來的節目 我亦都會用不同的篇章 去跟大家去介紹這兩個樓盤 所以在這裏 對於中山感興趣的朋友 一定要留心 除了在住宅類方面 雙辦成交排行榜方面 第一名以港口鎮的保利國際廣場 以網遷1148套排名第一 而第二名也有部分香港朋友所購買 位於南投海雅奔分成 網遷為710套 第三名同樣位於港口中海世紀匯 網遷292套 其實大家要留意中海世紀匯這個盤 他的數據在很大部分是在今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 非常多香港人購買 所以在年底的時候 他的榜單是迅速賴勝 而同樣 第四位也是非常多香港人所熟悉的 時代小滿 以網遷280套排名第四 而第五 即是馬鞍島的萬科森業灣中新城 以網遷200位位居第五 有朋友可能會比較疑問 萬科森業灣中新城為何在住宅排第一 商辦裡有排第五 因為剛才我們已經說到 這個項目是一個超大型的商業中合體 除了有住宅類版塊之外 也有商辦類版塊 以30至60平的Apartment為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兩種類型的產品裡 它是榜上有名的 同樣也展示給大家 2023年全市商辦網簽排名Top10的榜單 第三個我們看看在房企的排名上 房企成家排行榜上 萬科以網遷2369套獲得冠軍 面積達到23.55萬平方米 市佔率為7.5% 其次就是瓦居樂 以網遷1993套排名第二 面積達到22.46萬平方米 市佔率為7.1% 第三至第五分別為 保利1428套 敏捷1101套 以及華法1044套 其實我們看回2023年 這個住宅網遷排行Top10開發商榜單 非常之有意思 我們要知道 雅居樂作為傳統中山的強勁房企 一直以來都是這份榜單裡的嬌嬌者 而萬科我們可以看到 在近兩年 是完全後來居上 整體而言 萬科在中山的項目覆蓋率 我個人認為並不算高 十個手指可以數得完 而同樣我們可以看到 它在全年的網遷量 為2369套 基本上超過50% 都是由萬科深業灣中新城 所去進行提供的 並且萬科也帶刀霍斧 在2023年 中山僅僅拍地三塊住宅 對裡面拍下價錢最貴的一塊 所以也相信 萬科未來在中山的市場佔有率上 會越來越高 甚至乎會取代本土開發商 成為中山人心裡的人居代表 我們也看看這份Top10的開發商 看看裡面有沒有我們各位觀眾朋友 所購買的樓盤開發商 其實在2023年全年裡 中山的住宅網遷為28,932套 面積約315.600萬平方米 同比下降了20%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從2021年到2022年到2023年 整體的趨勢 都是往下降的情況 我們也可以參考上次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珠海歷年網遷住宅的走勢 其實趨勢基本上是一樣 不同的地方是 由於中山整體價錢更便宜 所以其實在2022年上 它的數據會比珠海要好 而去到2023年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它的下降會達到20% 而珠海在整體基數上 雖然沒有中山那麼高 但是環比上反而還有少少的勝負 從月度的網遷走勢來看 其實跟其餘的城市都比較相似 我們可以看到 3月和5月的網遷量是相對較高 網遷處於3000套以上的水平 同時一樣在年初的時候 中山的樓市也迎雷一輪的小爆發 也就是2023年3月份的小陽春 我們同比也可以觀察到 在2023年3月 也是珠海網遷成交最高峰的期間 而在數據上來看 中山3月份的住宅網遷量 是5159套為全年最高位的水平 也是2023年唯一成交量破5000套的月份 到了今年的下半年 其實市場的整體走勢 是低位運行的 而直至去到9月份 各大政策下放的時候 才有相對應的整體好轉 所以在年終的衝刺上 是不如預期的 但整體來說較為平穩 同樣在2023年 我們也要看一看 中山市各個鎮區的住宅成交排名 為甚麼呢 因為中山一向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城市 它由24個鎮區去組成 以往不同鎮區有不同鎮區的特色產業 而如今中山在轉型發展方面 對於外地投資者來說 你不足夠了解中山 我們必須要有更加深刻的數據 來證明各個區域受到的青賴是誰更強 我們可以看看2023年的統計 首先 第一個就是馬鞍島 馬鞍島的網籤套數足足有4049套 主要由萬科森葉灣中新城 招商真灣府 以及保利天匯左岸所進行組成 而第二名在哪裡呢 不是大家熟悉的東區、石崎、西區 而是臨近珠海的坦州鎮 坦州鎮的網籤數量為3400套 主要由逆進半島、感受國際花石 以及中澳春城所進行組成 而排名第三位 真是非常多香港人熟知的地方 就是三鄉鎮 三鄉鎮排名第三共3227套 主要由華法觀山水、瓦居樂萬象棍 以及海棠棍所進行組成 同時也展示給大家看 2023年各鎮區住宅網籤量走勢 大家可以通過這份表來看看 包括其餘的 排名第四 火具開發區、西區、東區、小南、神灣等等 不同片區的一個網籤走勢 好了 相辦的方面 當然是由港口鎮獲得的 因為我們排名基本上 最初一位就處於港口鎮 就是我們保利國際廣場所支撐 整個港口鎮的網籤套數為1728套 排第二就是南投鎮的845套 而其中超過80%都是由海雅奔分城所進行供應 而西區排名第三為527套 主要是時代小門以及其餘的產品 另外同樣提供2023年各鎮街 這個商辦的網籤量走勢 讓大家進行參考 其實在2023年裏面 我們中山的住宅新增了22495套 在市場供應上 同比下降約為23.6% 新增的住宅面積為241.05萬平方米 同比同樣下降為25.3% 而商辦公寓新增了2313套 同比反而上漲了5.7% 但在面積上為10.6萬平方米 同比下降1.5% 住宅新增方面 2023年全市24個鎮街當中 其中有22個鎮街有商品房新增的供應量 最多區域為馬鞍島片區 供應套數為3887套 主要是因為區域的熱度相對較高 同時有多個項目以及新項目的加推進行入市 而其次則為坦州鎮 2755套 第三名為火具開發區 1929套 第四以及第五 分別由西區和東區以1929套 以及1905套 所去進行獲得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由這個住宅新增的產品供應面積段 我們可以看到 最多的是100至120平方米的戶型 約39.98% 而其次則為80至90平的戶型 佔比約23.8% 當然主力供應是以剛需和小步 以及我們的改善產品為主 其中80至120平的供應主力 佔了77.41% 所以其實在市場裏面 大面積的單位 即是我們說的1800至2000呎 依然是非常少量的部分 而過世低於80平的單位 同樣也是非常少 我們可以看到 單單在120平到144平的產品 已經是佔了14.07% 所以其餘的面積段裏面 絕對是少之有少 這個也是由開發商 去判斷市場客戶的需求供應 所產生的這個戶型 同時我們也要了解一下 包括我們的庫存部分 可以見到 在住宅庫存部分 截止到2023年12月31日 全市的住宅存量 還有61,700套 不少的 61,700套的數量 基本上要達到2021年的中山望遷量 基本上才可以全線去化 存量面積約為718.5萬平方米 同比分別下降了8.2%和7.2% 全市平均去化時間 按照我們的網簽套數來計算 約為32個月 同比上漲約46.2% 我們可以見到 在2023年的年中 我們的去化數據上 是有所減弱的 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因為 下半年成交的速度 較慢 市場上 依然存在較大的去化壓力 我們可以同樣見到 整個2023年 對於中山的市場來說 雖然比較艱難 但是我們從數據上去看 其實依然是處於一個平穩的趨勢 當然對於2024年的樓市走向 大家又是怎樣看的呢 歡迎大家在視頻下方 進行留言溝通交流 我自己也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我個人認為在2024年裡面 對於中山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 首當其衝的 必定是心中通道 會在今年的6月正式通車 這一條的大橋會正式接駁 我們粵港澳大溫區 東西兩岸的交通困境 相信也會帶來無盡的前景 同樣我們可以看到 在2023年裡面 我們的土地供應上 也有部分人士做足了準備 在2023年裡面 我們的住宅的土地供應成交 僅僅只有三宗 但是大家要知道 在我們的工業用地上 2023年裡面 是成交了103宗 也可以見證到 我們中山市絕對 對於實業體系的支撐 是非常之重視的 實業帶來企業 企業帶來人口 從而再產生GDP 形成閉環 再來消化我們的住宅 可以看到 中山絕對堅定住 防住不炒的概念 希望用我們的實體經濟 來帶動城市的發展 中山已經不再是以前的中山 他甚至乎有機會在現在 重塑以前的輝煌 所以在2024年裡面 我自己也會花費更多的篇章 在中山介紹更多的資訊 分享給大家更好地了解這個城市 今期的2023年中山樓市成績表 就分享到這裡 不佔用大家太多的時間 不過還是那句 記得關注我們下方的Long Zone 就可以收睇到我們A-House的最新影片 因為在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會有更多的資訊類節目 關於中山 關於珠海 分享到給大家 幫助大家更透明地了解大灣區樓市 我們今期的節目到這裡再見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字幕君 李宗盛